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M大家好 感谢观斯文达书院带来的DOTA2比赛结束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 还是DOTA2上海公开赛第二赛季 S2的一场比赛 IG对战牛逼的比赛 那么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牛逼的这个新阵容组合的感觉 还是让人脸前一亮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英雄池 第一场比赛直接就掏出了一个骷髅王 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常见的一个carryway 而且是一个骷髅王的情况下 然后配了一个AA 然后四把跳 四把跳的这个阵容 点控非常足 爆发也不错 而且是顽客了对方的这个 IG的这个单核体系 IG上一场比赛是打了一个burning的单核 但是上一场比赛的一个感觉 整体上来说还是差距比较大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牛逼刚刚上来是扳掉了黑鸟和大牛 然后我们由于已经过了时间 我们就直接把他们的搬人全都看掉 牛逼在后两个小时搬了两个大哥位 因为IG前两个小时拿了一个小强 拿了一个神域 IG好像还是比较喜欢神域者的这个辅助位 而这场比赛是拿了一个小强 那么暂时还不知道是一个几号位的小强 因为现在小强这个英雄 他能够打的位置比较多 打中单小强 猎单小强 包括四号位小强 都有可能会掏出来 所以小强这个英雄是比较万金油的一个点 来看一下IG的搬人 IG刚一上来是搬掉了毒狗和隐刺 然后紧接着是搬掉了上一场ACC 这个发挥相当不错的老虎 以及搬掉了一首萨尔 那么这个萨尔应该是针对了一下对方的这个卡卡 这个点 应该是针对了卡卡这个点 男人方面 牛逼刚一上了前两个小时 直接拿出了一个三号位的大鱼 加上一个一号位的狗 那么这个是大鱼带狗的这么一个组合 第三手则是拿出了一个强先手的坤卡 那么也从前三手英雄来看的话 牛逼这个阵容要是打得比较主动了 因为他们大鱼加狗的这个组合 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先手秒人 而船长他在配合这种大鱼加狗的这个体系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当大鱼加狗把对方留住以后 如果这个时候对方准备想回头打 那么这个船长的水船是非常好发挥的 所以他们这个前三手拿人 就已经看出来准备打一个强先手 IG在看到对方这个阵容以后 在第三手选择是拿出一个伐木机 伐木机这个英雄 也是想把这个伐木机去放在前面去扛一手 然后呢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输出 但是 他们这个阵容在反先手能力上 是比较偏弱的一个阵容 尤其是在团战和小规模遭遇战的时候 对于战位的要求有点过高了 小强的这个穿刺呢 在大鱼 在这个面对大鱼带狗的这个组合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很好用 包括他的皮也不是很好用 因为他的皮在面对 比如大鱼跳上来一个跳踩 你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算你反应过来开除皮了 小狗出来以后直接炸出来一个狂暴 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皮也没有什么卵用 那么这样的话牛逼在第四手补了一个光法 这个也是在T6之前 一段时间由 应该是Wins带起来的一个风潮 就是光法这个英雄 因为Wins当时是拿光法这个英雄 克制了很多的烈弹英雄 就这种平时不是很好处理 比如像虚空这种点 你拿其他的一个酱油 去打虚空这个英雄的话 很难一个酱油就把它压住 但是光法是可以直接完爆这个虚空的 所以光法的英雄在逐渐的被大家开发出来以后 大家确实发现他的战略战术意义也是非常的大 有IG第四手拿了一个水人 对了还忘了看那个上一场比赛 忘了看的一个东西 就是IG这边的这个BP手 BP手这边是大Q来进行这个BP的工作 New B是卡卡这个是没有变 还是卡卡师傅来进行BP 那么从BP的角度来讲 感觉从CDC转过来的这个大Q的BP的能力 还是跟卡卡差了一个档次 因为到目前来说 IG的这四手人 看不到什么特别美好的这个组合 看不到 也看不到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 因为从整体的这个 这四个人拿出来以后 爆发是有的 神域小强 伐木机水人 这都是有爆发的点 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顶不上去 伐木机可以往前稍微顶一下 但是伐木机的这个顶的前提 是建立在对方物理伤害比较高 然后呢没有特别多减甲的基础之上 但是牛逼的第一手就拿出了大鱼 所以他这个伐木机也很难往上顶 水人这个阵容也很难往上顶 那么在最后一手 搬人方面 牛逼选择搬掉的是一个赏金 看一下IG的最后一手 搬人选择去搬谁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手 哦搬掉一个蓝猫 牛逼最后一手蓝猫 IG最后一手非常果断的是拿出了一个蝙蝠 蝙蝠 这个也是打强先手阵容的一个可以选择的套路 就是说我用一个强先手的英雄 把你的这个先手给你打乱 就是像面对推进阵容的时候呢 有些人的想法是你用推进阵容 那我就用手塔的阵容 但其实一般来说 手塔阵容去打推进阵容的话 一般是都要输的 因为等于主动权一直在对方手上 那么打推进阵容 另外一个思路呢 就是对推 就是你推一条线 我也推一条线 那么这样呢 大家推下来 你是推进阵容 那么你的后期必然会有一些乏力 所以呢 在如果我跟你换塔的话 大家在塔的受上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推进阵容就发挥不出你应有的一个价值 这是第二种打推进阵容的一个套路 第三种打推进阵容的套路的是 我拿一些在野外打架很强的人 我不跟你在塔前摆开了架势 跟你打阵地战 我就是要直接在你还没有码好阵型之前 直接把你冲散 最后一手 NUB是拿出了一个卡尔 那这样的话 SCC的卡尔 悠久的狗 KP2的大鱼 卡卡师傅的坤卡 小明的光法 基本上NUB的阵容还算是拿的比较 应该说是比较中规中矩 这条阵容体系 而且呢 要什么都有 要硬控 有硬控 要爆发呢 有一定的爆发 他们这个爆发主要是集中在物理爆发 这个狗的身上 SCC的他的卡尔呢 冰雷卡和火卡打的都不错 所以他的这个卡尔 可以根据阵容来定啊 就出门 不管是加什么 加什么属性 都可以根据局面来定 IG这边的一个人员分配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变化 中单的伐木机 准备打的是一个 三号位的蝙蝠吧 这应该是一个 看一下蝙蝠 我刚才没有 没有看那个蝙蝠是谁玩的 看一下蝙蝠 XXS玩的 那就是一个三号位的蝙蝠 由于游戏帧数啊 由于游戏帧数有一点点的略低 咱们这边我把这个小焕熊先关一下 我先把小焕熊关一下 感觉游戏帧数有点略低 小焕熊这个东西大家不要看 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软件 但它其实挺吃电脑资源的 感觉还是有点跳针的感觉 还是有点跳针 难道是我的魔术世界的问题 这里下落是遭遇了 下落这里是遭遇了 但是好像应该是不会打起来 因为牛逼这里只有两个人 只有卡卡和这个KP2的大鱼 在这里 其他人都没有过来 所以这波应该是不会打起来 这样吧 我去外面切一些关一些软件 因为还是有很多观众比较喜欢这个小焕熊 我关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还是把这个小焕熊给大家打开 那么就给大家稍等一下 那会稍微 这段时间由于我切出来去开这个小焕熊 所以游戏的声音可能会暂时停一下 大家呢稍微等待一下 下落大鱼这里好像对这个符还是念念不忘 还是要过来抢 但是对方这人有点多 这也是过来吓唬了一下 然后赶紧果断撤 这里我们再把这个小焕熊加回来 大家稍等 嗯好了 你看加过这个小焕熊以后 尤其是在这个小焕熊刚刚开的时候 这段时间游戏的帧数明显会下降一些 这个东西它还是比较吃资源 另外一个 就是我电脑确实也太久没关了 估计有半个多月没关过 因为每天白天做视频 然后渲染视频 在家上传视频 所以这个电脑也是完全没法关 下落的蝙蝠这里是被狗加上光法的这个组合呢 也是打得非常的惨 但是悠久这里要注意 自己身上的狂暴时间非常短 所以不要硬拼 下落这个地方船长 卡士夫的船长这里也是跟对方刚了一波 但是由于下落对方有一个大Q的神月 这个远程 呦呦这个双叉非常漂亮 这个水虽然说把大Q据起来 但是大约有马上有第二个彩 这一个原地定自己一手的进化 这里应该是要硬拼了 看能不能拼掉 这里应该是拼不掉了 这样的话大Q是利用自己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进化自己 然后把对方的两个人全部都进行了一个减缩 这里卡士夫被卡位 给上一个T 这里要硬拼吗 波波卡的小强 这波太拼了 把自己拼死了 但是大Q还是带走了对方的船长 这样的话下落的这波互换呢 还是IG状了 最终的一个结果呢是打成了一波一换二 最后只死了一个小强 但是把下落对方的这两个人全部都进行了一次击杀 上路的这个蝙蝠这里又是被给上了一个法律路师 哎空蓝了 空蓝了这一波XXS 这个法姆基也是直接跑到这个塔后 跑个断兵来了 卡尔走的是一个火卡的路线 招出来一个火人 那这样的话这个法姆基要稍微撤一撤 把这波兵线勾一勾 这里一个穿刺 想还是想抢这个服务 但仍然没有抢到 这样卡卡拿到一双倍 上路的神服呢 则是被IG控到 他车让S控到了一手赏金 这里给了一个水 骗了一下走位 但是对方并没有上当 不行 感觉这样的话 我这个录像的这个效果还是有点受影响 我去把我的魔术世界关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波 先看一下这波 中路这里支援过来的是一个船长 船长过来以后 有没有插水 好像是个一级的船长 果然是一级 我来这里刚刚升到二 这里有点可惜 稍微有点可惜 我切住就去把我的魔术世界关一下 好了 魔术世界关掉了 这样的话应该会好一些 要不然的话太影响 咱们这个录制的一个效果了 这里到目前为止 双方人头数还是一个2比1 这里我就 吓我一跳 我以为漏人头了 送野的 因为我刚才切住了 切过来以后 我以为漏人头了 这里是送野 看下下路Burning的一个发育情况 目前补刀方面 Burning在下路的这个补刀 有些经常去跟对方去耗解 感觉现在Burning的这个补刀 老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队友一直在刚三保他 而且对于对方的这个击杀的欲望比较强 所以你看他这个补刀 现在就一直就比对方的这个U9的小狗补刀差一些 而且这场比赛 牛逼采取的是一个212的分路在初期 迫使你下路的这个刚三的路的这三个人 一直需要花比较多的精力 去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个压制 但是你这样过多的压制一样有问题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补刀 大哥位的补刀会受到一些影响 小强这里吃到一发隐身 小强这里吃到一个隐身 但是好像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想法 伐木基这里虽然说是三个技能都有 但是这里对方卡尔这个血量保持的不错 而且一直有一个大鱼在附近在在蹲 这个大鱼由于刚才是跟小强两个人一起去抢的下符 所以他看到是一个隐身 所以这个大鱼是决定到这个地方来蹲一会儿 隐身的这个隐身符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隐身符的时间基本上是一分钟 接近差不多一分钟的一个时间 应该是40秒吧 是40秒还是45秒 我记不太清楚 上路的小狗已经是香味在手 船长也是来到上路去拉一拉野 这里又是大鱼绕后 看下大鱼这个绕后 看脸对方有没有人在打野 并没有人在打野 那这样的话大鱼看看是不是要来中路干一波这个伐木基 赌一波对方这个伐木基有没有这个链条 如果有链条的话肯定杀不掉 但没有链条的话这个伐木基是可以杀的 这伐木基还在被耗血 大鱼又是回到了下路 没有选择继续在中路去帮忙 而是直接回到下路去补自己的一个等级 目前补刀方面 Burning在这段时间 由于对方的这些人呢 没有继续去跟他硬碰硬 没有硬碰硬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段时间水人也是把自己的经济给补起来了一些 补刀方面还是保证的不错 毕竟水人这种carry在 上路这里给上一个狂暴 一个天火 直接最后被小狗的一巴掌拍死 得转一下塔的仇恨 你看这个 吉祥兵 你看吉祥兵 他的这个支援的意识就远远的要勾于FCC FCC是一个比较偏中路发育的这种 战装发育的一个carry 中单 这里被对方的法木基给了一套输出 小强这里给上了一个急速冷却 哎呦 小强这个操作是利用对方急速冷却的这个伤害 用一个皮 把对方的卡尔弹晕 再接了一个穿刺 但是没有后续输出了 法木基在第一时间给出的这个输出呢 不够足 而且小强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去 把这个卡尔给穿刺起来 他在第一下抬手的时候 直接被卡尔给了一个急速冷却 然后紧接着他一直在受到这个小兵的伤害 还有卡尔的平A 那么等于他一直没有放出这个穿刺 卡尔这波是利用自己的一个非常精湛的一个操作 就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急速冷却 把自己这条命给救下来了 所以大家就从这个操作能够看得出来 SCC这个选手他确确实实实力很强 哎呦 小狗这个操作亮 这个小狗这波操作是真亮 极限血量 极限位置的一个钻兵躲穿刺 然后利用炸兵出来的一下伤害 把对方的小强给带走 双方这些选手都是打得非常的亮 不管是秀操作还是自己的这个个人发挥 哎 你还是被 法律流失给打烫晕 但是这个 法姆基在这段时间又已经有了二级的皮 而且自己的这个血量一直保持的还算不错 手上还有一个瓶子 这里再给上一个法律流失 而且由于卡尔目前还没有陨石这样的技能 所以这个法律流失限制对方这个法姆基的走位以后也没有足够多的一个输出 这样的话对于法姆基的这个击杀暂时应该是还不会有太多的想法 法姆基在上路野区这里 法姆基在野区这里被给上了一个法律流失 看一下有没有人过来 但是现在法姆基确实有点杀不动 现在想杀这个法姆基的话 首先你要有这个法律流失 其次要必须要有是这个大鱼带狗 而但是大鱼现在没有到六 所以现在对于法姆基的压制应该说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效果 相比之下这几个酱油现在应该更好的选择是去刷一刷钱的队 就是卡卡这样 我先去补一补等级 把我的插水或者水刀甚至船都补出来 然后呢大鱼把自己的大招补出来 这个时候我再去压制你的法姆基 这样的话成效会好一些 Burning现在在下路的一个发育也基本上算是 非常的不错 兵线控的非常好 他并没有选择去过早的给对方下塔压力 可以看到对方的下塔现在是满血 一个满血塔 这样的话就足可以看出Burning对于控线的这个基本功 有多么到位 但是你这样做的话也会有一个弊端 就是水刀这样做也会有一个弊端 就是其实一直去保证一条线的发育 对于水刀这样的英雄来说 这个经济是不够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经济情况 小狗的经济目前是将近4600 这个也是现在其实很多 就这种大哥不控线的一个优势 比方说我现在不控线 那么这一角踩 踩了一手这个神月 大鱼这里好像还有想法不想走 但是这里被给上了一个净化 三秒的一个净化 XXS的边不是飞过来 但是没有火了 小强也赶过来 法姆基也赶过来 这里勾过来以后一个输出一个转 直接转死了 但是与此同时上路的这个兵线 已经是被卡卡和U9两个人压到了一个二塔下 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大哥 现在主流比赛比较强势的一种大哥的一种打法 就是我不太多的去控线 你看像同样像现在这个时候 Burning对于对方下塔的这个压制是几乎没有 中路这里咱们就是弹逼漏人头流 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里给上了一个几种雀 一个法力流失 然后在这里再不停的被耗 这里勾到一半 这里勾到一半是被这个法力流失的悬晕给打断了 这样的话卡尔过来一个波直接来走 这是同样对比 像双方的这个carry来说的话 这里小强反补了一个塔非常漂亮 但是很有可能要被这波塔 诶 这个插水比较少见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这种失误在职业选手 职业选手的这个比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一巴掌这里再招术 但是没有成功还是死了 再切一件臂章 再继续挠这个大Q 看一下U9的这个臂章能不能再切 没有条件了 切不出来 这样的话这波是被对方给带走 看下这里Burning Burning这里空蓝了 没有转出来很多的属性 被给上了一个减甲 再一脚踩 这个减甲以后的这个踩的伤害 真的是有点高 又给上了一个法力流失 直接跟上把Burning给带走 然后没有说完的 一直没有说完的 就是现在版本的大哥位 就比较主流的这种大哥位 一般的情况就跟现在的这 哎呦我去这套宝法 这卡卡是真没辙 这是真没办法 现在的大哥已经很少去打空线这件事情了 因为你不空线 你像刚才的这波很明显 就是我不空线 我把上路的线一直压过来 你就必须要回来人防守 然后当你在回来防守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去刷野 然后当你在防守过一波以后 你再把兵线带一波 那么这个兵线自然上来了 我该补多少兵线的钱 其实漏不了多少 就是有可能我会漏掉两三个兵的钱 但是我利用这两三个兵的钱的时间 我可能能够去刷掉两到三波野 所以这样的话 里外里我不空线 反而我的收益更高一些 而且我在正面战场 由于我不空线 我把兵线压上去 我会迫使你的人过来回防 不管你是用TB过来还是跑过来 总之我会浪费你这些资源和时间 这个大Q给上了一个秒放的一个进化 但是这波肯定还是走不掉 这里给上一发天火 炸到以后 小狗过来以后 直接给上了一个撕裂伤口 但是这波Burning支援非常到位 直接赶到战场以后 小狗这里这个狂暴开完了以后 想钻野 但这里并没有野 那吉祥兵的伐木机赶过来以后 也是收掉了这个小狗的一条 一条狗命 一条狗头 那么收掉以后 看一下卡尔现在的一个等级 现在已经有了五级的火 一级的雷 四级的兵 点金飞结全部在手 SCC的卡尔打的也是非常的毒瘤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双方的 这个人员的这个 就再看一下双方的这个人员的情况 这个伐木机目前的数据是一个三杀一死灵助攻 然后相反卡尔是一个一杀零四两助攻 他基本没有怎么去游走过 我基本上就是能用天火支援 我就用天火支援一下 有些人可能会说说我这个英雄问题 有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我伐木机多支援一些 然后卡尔就是一个战线的卡尔 那么其实对比一下上一场比赛 是OP 也就是激将冰的这个卡尔 那么激将冰的这个卡尔 他也是在记忆的支援 尽管他是一个冰雷卡 所以从这个比赛就能够看得出来 双方的这个中单的一些特点 激将冰是一个比较擅长支援的什么一个中单 但是感觉现在Burning的一个状态不稳啊 这里给上了一个水 没有水中吗 没有水中 没有水中 这里再给上一个插 插出来以后Burning的水人这里开始输出 上面这里人也是支援到位 这样的话小强是率先被击杀 这里光发给上了一个光运 再加上一个法力流失 这里蝙蝠已经是空蓝了 这里水人想再继续给上一套输出以后 神域过来救了一套水人 但是自己去了 法姆基这时候赶到战场 但是由于感觉来的有一点晚啊 这波咱们往前再倒一点 我有点没太看明白这个法姆基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法姆基是在上路买了一张TP 然后飞到下路 这个时候他在支援到战场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晚了这个时间 他上去以后这个感觉是有点送的意思了 哎呦 这一波他没有看队友的这个状态 队友Burning的这个水人 已经是一个空蓝了 这个蝙蝠也空蓝 而对方这个时候五个人都在 自己剩下的两个人已经被击杀了 这波法姆基其实是有点没有必要去上 我感觉好像 激将冰这波上的 我不知道是有点不太理智 还是说他想用自己这条命去吸引一下对方 把Burning这条命给换下来 如果是把Burning这条命换下来的话 我觉得他们这个应该是一个 非理智的做法 应该是一个非理智的做法 这一波他把Burning换下来其实并不值 Burning现在尽管说是他们这边最主要的一个carry位 但是这个局面如果说你自己的装备起不来的话 就如果这波不死 你继续把上路的一个兵线带一带 把对方那个塔推一推的话 那么可能你这波出来就已经是一个雪晶的伐木机了 但是由于这一波他用自己的命就换了一个Burning的命 Burning的这个装备并没有出到什么核心质变装 但是自己的雪晶是实实在在的被脱了一波 感觉好像还是有一点 这个队里的地位问题 我说实话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队里的地位问题 觉得我应该去换Burning 我要去保Burning 但是这个局面 现在来说起码在15分钟到25分钟这段时间 是需要你伐木机去carry住的 这里小强也是只能是给一个技能 耍一耍剑 稍微骚扰你一下 恶心恶心你就可以了 杀你肯定是杀不掉的 这里两个都有跳刀的人 好像也没有什么追起来 没有什么意思 小强这里的大招CD已经好了 第二个大招开出来 直接引伸溜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经济的走势 目前牛逼又是稳稳的 拿到了4000加的一个经济优势 和2000左右的一个经验优势 大鱼带狗 加上船长的一波开悟 直奔对方加野区吗 这波要是奔野区 他还真有收获 伐木机正要过来耍 哎呦伐木机这个血精 这个血精完蛋 这个血精出不来了 500多块钱了 已经 这血精马上就能做出来了 就是不让你出 就是不让你出这血精 我这帮人也是 看着血精配方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600多吧 啊900 900块钱 那600多是什么呢 我记混了 500多块钱的存款 一下又变成了200块钱 但等于这样的话 伐木机的这个血精又出不来了 本来应该是一个14分半到15分钟之间的这么一个血精石的伐木机 结果是硬生生被拖到了17分钟 距离自己的这个血精反而越来越远了 这样啊牛逼再带一个盾 牛逼的这个节奏还是稳啊 小狗的这个出装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啊 非常有效果的一个出装套路选择 这里是给上一套技能 但是这里是一个幻象 技能没烧给 可惜有点浪费了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中路的一塔还是要被拿掉 这里Burning是把对方的上塔的给带掉 Burning的这个刷钱还是快 这么一会儿没看见 他的林肯已经出来了 真的就是一小会儿没看见 他林肯已经出来了 这里SAC 哎呦 你SAC这神手速啊 我去 这里反过来以后大鱼的一个跳踩 出来以后直接把 对方的Bandbreak给带走 小强这里隐身在这里逛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暖用 这里哎呀 还有一个真眼 我的天哪 留住一个冰墙 那这样的话小强也别带走 又是一个雪崩 那这场比赛能不能hold住的话 就看Burning了 但是说实话 我刚才看他们这个阵容 这条阵容我就一直在说 他们这个阵容 没有人能往上顶 这是他们现在阵容很大的一个问题 最后的一手 蝙蝠 他这个想法是好的 然后这里 林肯也别破了 一脚踩中吗 没有踩 踩住 小狗出来以后再疯狂的输出 Burning这里再继续转连TP的蓝都没了 你看伐木机这个来的时间 这伐木机来的时间 哎呦又是一脚踩 留住伐木机也送了 这个机枪兵啊 他这个伐木机 就现在来看的话 跟他们全队磨合的这个节奏点 有一点点问题 他的这个中单支援是比较到位 就是他经常会去支援 但是他这个支援有一点无脑支援的感觉 就只要我能去支援的地方 我不管这个情况怎么样 我都要去 他有点这种感觉 作为一个中单 就在现在这个版本的中单而言 更多的时候 可能很多队友是需要这个中单 在有一定的装备基础之后 把这个局面给hold住的 但是反过来 你看伐木机的这个 这个中单的这个伐木机 这个机枪兵的伐木机 他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把自己的血精石拿在手上 这波活了以后 是刚刚才把自己的血精石拿到手上 他比他这个血精石应该出的时间 足足晚了五分钟 那这五分钟的时间 就能发生很多事情了 你14分钟掏出一个血精石来的话 你这个伐木机是一个 近乎无解的一个存在 但是你19分钟再掏出这个血精石来以后 对方就可以拿你就不当人看了已经 这一个隐身的光法 哎呦又是一个三人的围剿 这里给上一个法力流失 这个还在走 再走一会自己又要空栏了 一个推推把自己推到了下边 这样的话对方不敢轻易追 因为不知道下边有多人 放上一颗真眼 这两个真眼是 隔暗相望啊 谁都看不见谁 波波卡的小强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任何的座位 零杀六死 三竹 这个伐木机到目前为止 在初期三杀一死 这个小强刚刚收完 他零贡献啊 他就又贡献了一波 这样呢小狗也是在20分钟做出了自己的避张 加上暗灭 还有回音刀 向位 身上还挂着一个盾 那么这个中路二塔也是保不住 到目前为止 跟下场比赛非常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又是这个时间啊 差不多这个时间 然后所有的外塔全掉 IG的六座外塔全掉 反过来看 NUBE的外塔呢 又是指掉了一座优势路的一塔 跟上场比赛的情况一模一样 IG现在整体这个节奏还是有问题 而且他们现在这个中单 激将冰的这个中单 实力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我觉得还是跟整体队伍的节奏配合的 不是很理想 IC这里要给上一套技能 但是瞬间两张TP亮起来 IC切隐身没死吗 他还是死了 最后被蝙蝠的瓶子的后续伤害给炸死了 这应该是 所以拆上S的蝙蝠赶紧继续逃 这波打的还算是不错 但是二塔仍然没有推掉 只杀到了对方的一个卡尔 顺便骗了两张TP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的装备跟对方又是 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你看那个伐木机的装备 到目前为止 发木机二十一分钟 只有7900块钱的一个存款 总经济 7900块钱总经济 8100 这也是又断了一波兵的 直接一个挑刀走人 这个小强073的一个数据 发木机到现在为止 在前期310以后呢 也是变成了340 整体的一个节奏 还是问题比较大 他们这个真的不是个人实力的问题 确实是 配合的出现的问题比较多 由于34号位是现在这个游戏比较关键的一个节奏点 IG由于他们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重组的 所以这个刚一个重组完了以后 节奏会有一些问题呢 也是比较正常 牛逼他们的34号位并没有产生变化 所以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牛逼的 就牛逼的这个人员来说 包括他们的现在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来说 还是不错的 国内这些战队 这一次在TI6以后的一个大调整 整个结束了以后呢 给人的感觉就是 牛逼还是很强 牛逼还是很强 同服这支战队 他们的这个人员实力 我一直是比较看好的 但是同服这支队伍的一个 舰队思路 还有他们后续的一个经营情况 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也是导致这支队伍 一直没有什么成绩的一个原因 大木金仙的这个中单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肉盒中单 这个是大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点 但是肉盒中单 他的以前是配这个豪娘 豪娘是一个比较偏打架的这么一个carry 现在他们变成了悠久 这个大哥位 然后SCC的这个中单 这样的话这支队伍整体的一个灵性 是比以前要有一个提升 这支队伍他们在对于这个操作空间 操作空间的把握上 以及对于资源的这个占有欲望上 比以前还是要强了一个档次 牛逼这支队伍以前对于资源的占有欲望 由于kp2的一个三号位 很多资源是给三号位去刷 但是他们现在的叫阵容 SCC是一个比较偏刷的一个中单位 但是他刷出来他真有用 他就跟那个谁 跟mayb和miracle 我觉得跟他们这些中单的水平差不多 就我刷钱归刷钱 但我刷出来真有用 他不像有的选手刷了刷半天前 他打不下过来 所以牛逼现在他整体的一个经济点 这样的话等于三号位的大鱼 就是kp2这个点 他可以把这个以前经常在豪娘hold不住局势 豪娘hold不住局势 然后大幕站不出来的时候 他需要去站出来顶局势的这个重任 就可以卸下来了 他可以踏着诗去打一个三号位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三号位节奏点的风格能力给提现出来 整体来说牛逼的这次人员变动 我是比较看好的 这也就不说了 这基本上就算是把人都换干净了 然后还有谁啊 这里一个陨石扔下来 但是这个船没有撞到有点可惜 这样的三个人最主要的技能已经都放光了 大鱼这里好像还有想法 然后燃烧军团 这个VG VG的这个人员变动也是比较大 回头等我说到VG的比赛的时候 我再慢慢说吧 就每一支队伍的这个人员变动 我等我说到这支队伍的时候 我再慢慢说 另外呢就是 老干爹吧 好像是老干爹 老干爹的给妹币打替补的ANA ANA吧 好像是ANA那个人叫 我具体的名字我忘了 具体名字忘了 他是之前给妹币打替补的是去到OG 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好成绩 不过好像说那个选手他本身也是 算了 不太确定的消息我就不说了 但是那个选手确实还是很有灵性的一个选手 毕竟是大DNOTEL去挑的人 Miracle去哪了 我暂时忘了 Miracle我还真是忘了 去哪了 回头我去查一下 这个扫描用的很灵性 这个扫描是扫到了对方去打盾的这个动作 但是对方并没有打盾 牛逼这些人是直接是开了一个雾 然后在这儿罩了一圈 如果像这里是刚刚刷 刚才他们过来都是没刷 卡卡这里 哎呀卡卡扑了 对方蝙蝠直接一个推推走人 卡卡没有第一时间去放插 但他刚才的这个插的距离可能是不够 三级的插的话距离有点悬 现在的船长特别有意思 现在的辅助船长一般都是煮水刀的 就不像之前那种就是煮插水的这种船长 现在的船长大部分都是煮水刀 然后呢确保自己一个发育 就是经常四号位的这个船长 能打成一个三号位 甚至是二号位的一个输出 输出能力 输出能力 不一定是能打出那么多的输出 但是在一波团战能打出来的这个输出 确实输出能力确实是很出色 这里牛逼又是抓住机会以后呢 利用光法的这个拉人把大鱼带着狗直接拉回来 那这样的话这个肉身又是很快的被清掉 减甲实在是减得太熊了 这支队伍 IGG这段时间呢也是改变了思路啊 开始利用牵制 利用我这个人的一些代线牵制能力 来把这个局面的稍微再往后拖一拖 给Burning 给Burning的这个水人呢 再赢得一点这个刷钱的空间Burning也是在27分钟的时候 做出了自己的一个相位 不相位的 甲腿林肯加上虚灵还有单刀 后来的这段时间呢 由于狗一直在钻着大鱼 一直在这个大鱼的体内进进出出的 也没什么干什么有用的事 所以他这个经济现在已经是被水人给超过了 被Burning给超过了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SCC这个选手 他的卡尔这个经济一直是全场第一 这个就是现在牛逼的一个新的一个套路 就以前他们这支队伍经常会打成什么呢 经常会打成就是我 我大木金仙的这个经济经常是全场第三 就是自己方这个队伍啊 大木金仙的经济经常是第三 然后呢 KP2经常是第一 KP2和好鸟这两个人 或者经常第一或者第二 就来回换这两个人 然后大木经常是第三 但是现在呢牛逼的整体的一个思路就变成了 我要确保第一 我要确保SCC肥 然后第二呢 我在确保U9飞 KP2呢 就他的是能打多少钱 看各凭本事 然后主要的任务去带节奏 整体的一个思路就变成了这样 从上一场比赛看着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是分工很明确 而且这些人对于新的角色的这个适应也非常的快 U9的这个狗呢 就是有空间我就去刷 没空间我就去找人打架 然后呢 SCC就是一直刷 我在确保我自己的一个装备 无解之前就一直刷 然后能打架 我能过去的时候 我一定过去 然后过不去的时候呢 我就接着刷 接着去代谢 这些水人 你看这个Burning 这一波他就属于什么 这波打的就挺没自信的 说实话Burning这一波 这样的话上路Burning不在的话 下路这里 上路这里看下路Burning是刚刚传回去 然后小狗是TB到了下路 那这样的话正面战场人比较少 这波牛逼也直接选择车退 没有选择跟对方硬钢 没有硬钢这一波 你看这个U9他就还是在刷 但是反过来去看激将冰的这个伐木机 到现在为止这个装备就已经有点寒酸了 这个将近30分钟了 只有一个草鞋 风胀 板甲和一个雪晶石 这个真的算是比较穷 的一个伐木机 而且他在出完雪晶以后 他是19分钟出的雪晶 现在已经29分钟 过10分钟过去了 他现在的雪晶一点没变 就是既没死也没杀人也没助攻 所以牛逼这段时间 他们就打得很明确 我在有装备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我去跟你打 我去跟你打没有的时候我就确保我自己有一个大件领先了我再跟你打没有我就去刷能抓人就抓抓不到人我就刷然后控制盾把盾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这应该是要开悟打一波吧 有没有误我看看 好像没有误 刚才我记得有一人看也有人买了似的 这些人应该是想过来下路去蹲一下Burning 想找一下Burning的麻烦 这里夜沿 早了一下也缺 但是并没有看到人 这里是用狗一个人出来带线 然后让其他人全部都在后面再蹲 Burning这个幻象的时间快到了 这个Burning Burning是利用跳刀出来 想要去秒一下对方的这个光法 但是没有成功 少了一个波浪的这个伤害 只给了一个蓄灵刀 加上一个E 但是这两个伤害现在有点不太够 这个光法写很多呀 光法一仗都快做出来了 我的天哪 绿鞋大魔伴 然后一个经济球 1200多写的一个光法 然后遍体精灵 他现在的敏捷总数呢 是200 200多 200多 200多一点 220左右 然后用根据我之前跟大家在有期水人里面 讲过的这个水人的一个 E 水人这个E技能 变体攻击加上蓄灵刀的一个伤害 大概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他的敏捷乘以3 减100 就是200的话呢 就是乘以3是600 然后再减100就是500 他的E加上这个蓄灵刀的伤害 现在大概是可以打到1000 这个是他的一个伤害极限 所以刚才那一波呢 这个光法是剩一点血没有死 这个时候光法已经掏出了自己的A杖 血量已经是来到了1400 哎呦 这个A杖的光法 一会上高 有点挡不住了 马上就要天亮了 还有20秒 32分钟天亮 这KB2是暂停了一下游戏 我们 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啊 我们倒过去 OK 继续 这波应该是牛逼打算依靠自己的这个时间 依靠自己的这个马上要天亮的这段时间呢 过来推下塔 已经到了白天 天亮了 天亮了 这个在天亮的情况下 呃 大鱼带狗 后面跟一个船长和卡尔的这个组合 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夜魔加潮汐的这种组合 就是我在夜魔加潮汐 在晚上的时候 依靠夜魔A杖的这个超大的视野范围 然后利用这个视野范围 哎呦 这一条线画的这个方向 这是卡师傅给定的一个方向 这一个方向过来 卡师傅定的非常的准 利用夜魔提供的这个视野 然后潮汐直接先手挑大上高 哎 这个地方看到了对方的神域 这也是利用光法的这个超大的这个白天的视野 这也是可以看到对方的水人应该是 可以看到对方的水人 看一下这个水人身上有跳刀的 Burning选择的是一个跳刀虚拟刀的一个水人 这里一个跳刀没有杀没有控制到 这样的话卡尔给上一个吹风瓷爆 但是水人直接穿走 这样的话又是拖了一点点时间出来 但是好像这波如果 牛逼这样推过来的话 有点挡不住 哎这有点不太好挡 因为现在他们这支队伍唯一能秒的就是这个光法 水人这是唯一水人有可能能秒得掉的人 但是他要秒光法的话 他就必须要自己后边留影子 留残影 秒完光法以后要果断的撤回来 要不然就肯定要死 哎呦这里 FMG的这个 走位啊 探了一波野的钱 然后自己就交了一条命 这样对方上高地感觉有点守不住的一个感觉 看一下FMG的一个数据 350的一个数据 这里要开始利用一个非常无耻的拆打方法 船长标记加上狗上来挠 狗的这个狂暴上来挠 然后让船长标记 后边这里小强应该是等着偷鸡 有一个跳刀在手上 应该是要等着偷鸡 但是这个偷鸡其实没有什么卵用啊 这个偷鸡 还偷不了 对方所有人都撤了 这小强按照调整一下走位 还是想偷鸡 因为现在身上毕竟是有一个跳刀的 还是要偷这个鸡 把这个鸡偷掉 让我们直接撤 这里剩下的四个人选择是开悟出来 对方 哎 破悟了 光法这里有誓言 要跳在踩中两个大哥 这里一个点灯破压林肯 水人这里一套技能出来以后 还是想秒小明的光法 这里光法给一个推波 把自己的蓝量补上 还不认得一个输出不够 伐木机已经是被强行点掉 证明那两个这里已经是兵败如山倒了呀 亲 这已经真的是遭不住了呀 完全 SCC的卡尔的数据也是来到了715 而小狗的数据则是124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买活情况 目前买活的情况倒是还算凑合 起码蝙蝠能买水人能买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这样的话又是直接连破两路 这些人虽然马上都活了 但是感觉现在已经正面有点糟不住了 而且在光法在白天有A账的时候 他们这个团队补给能力是非常变态的 一个大波500点回血 这个就真的有讲道理了 小强是秒了一个大鱼 水人这里出来是秒掉游光法 但是问题在于 问题在于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啊 伐木机这里还在出来还在给输出 悠久的狗这波直接开启狂暴 开始挠了一个伐木机 但是伐木机直接勾走 Burning这里也直接一个冲浪冲走 伐木机这里还在给输出 神域给了自己一个大招救一下悠久的狗 这里被给上了一个脚械 走了半天走不动 这里给上一个吹风 直接是吹死了一个神域出来以后 等于大招结算伤害 结束以后死了 小强也是挠死了伐木机 那这样的话IG也是打出GG 那么恭喜牛逼 这个比赛又是非常轻松的 拿掉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整体感觉现在IG啊 还是稍微有点惨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收到这里 欢迎大家支持我的视频 订阅我的优务频道 或者其他平台的频道 那么也欢迎大家加我的歌群 521-017-153 我是三号大师兄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